就有人說了 在感情世界當中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不過在這一場新興病當中 到底誰最後會變成了第三者呢 現在看起來 沒有人想要當第三者 所以雙方是不斷在出招 光是從8月底開始 這中信金 像金管會來遞薦之後 隔天台信金就說了 你這根本就是惡意併購 再隔天中信金說 好啊 不然你台信 乾脆來調高價格 結果這話一說完之後 看似好像雙方的交火 稍微的降溫了一點 但是就在這幾天 從9月11號開始 接連到12號 還有包含了今天 三方又開始來有一些交戰了 台信金就說了 我乾脆也調高了換股比例 一調之後 中信金就緊張了 因為現在是五五波 結果中信金就嗆說 你台信金調高這個換股比例 其實是特別股 你根本就是在借錢 裡面是債 你的錢不夠 結果這樣的說法之後 台信金今天很不開心 再次反擊說 你這根本是干擾他人的 合意併購 甚至還反算說 他們的負責人 過去從來都沒有設計一些刑法 因此現在兩邊不斷在開槍 也成為了這個口水戰 為什麼現在會成為這個口水戰 當然是希望他們雙方 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一面 因此還記得嗎 前幾天星光鑑 他們的這個股東紀念品 還很罕見 發出了200元的超商卡 這背後就被形容說 主要是吳東亮他們的陣營 希望可以站到最後一刻 所以你這個超商卡200元 雖然看起來金額好像很小 可是對於這些小股東來講 他們覺得已經非常的足夠 因此現在要搶的 就是這些小股東 這些散戶 散戶有多重要呢 現在包含律師也分析 你來看看星光金的年報 就可以知道 在他們年報裡面 散戶其實就佔了有五成 而且還有包含外資 也佔了兩成 因此散戶將外資 現在被形容主要就是心心病 他們很關鍵 有沒有辦法合併的重要角色 那麼現在對於吳東亮這一派來講 他如果想要贏的話 也必須要跟時間賽跑 委託書收到10月3號 徵求其在扣掉了中秋節 休假一天 所以剩下不到了20天 因此現在兩邊包含了 中信金跟台信金 口水戰不斷在出招 不斷在互戰 看起來這個複雜的三角鏈 沒有人想要成為失戀的那一方 以上是正解罪行